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久没见了 很久没见了 这次我们将一起来 学习新的内容 那在 我们现在基本上这么安排 在上课的时候我们可以先讲 Visuri Makak 清净之道的内容 然后可以给大家提问的时间 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有无线麦吗 那我们就 OK 我们先以礼尽佛头来开始 Visuri Makak 清净之道 Namu tasa Bhaqawattu Arahattu Sammah Sambuddhas Namu tasa Bhaqawattu Arahattu Sammah Sambuddhas Namu tasa Bhaqawattu Arahattu Sammah Sambuddhas Bhaqawattu Sammah Sambuddhas 我们讲新的内容之前 简单的来复习一下 我们曾经学过的一些内容 由于清净之道是 是当时 当时在 Mahavihara 大师的长老 他 给了一首寄送 给Buddha Gosa 给佛音尊子 想要考验他的智慧和才华 但是他就从相应部那里 选出了一首寄送 这首寄送是 Sile Bhattita Yat Naro Sapano Jitang Banyan Jit Pha Vanyang Ata Bini Pa Ko Bhi Khu Soyimang Vijayata Yejjah Tanti 住戒有慧人 休息心与慧 日成至彼窟 他能解此结 就自摸一首简短的寄送 佛音尊子 就为了解释这首寄送 写出了Vishu Di Maka 写出了清净之道 清净道论 这首寄送主要是解释 戒定会三学 对于住戒 Sile Bhattita Yat 是指增上戒学 Athitsila Sikha 它是指持戒 休息心 Jitang Bha Vanyang 是指增上心学 也就是Athitsila Sikha 或者说是修止 Samatha 第三是修会 Panyang Bha Vanyang 它是指增上会学 Athitsila Sikha 或者特别是指修 Vipassana 修观 整一本清净道论 一共分为二十三品 或者我们可以说二十三个章 二十三章 其中有两章是讲戒的 有十一章 十一品是讲定的 有十章是讲会的 所以我们把这二十三品的清净道论 在简化 它其实就是在讲如何培养定 和培养会 换言之 这一本清净道论就是在讲教导如何修止观 是一本止观手册 虽然这本书看上去很厚 但是里面的文字 它是很小的 密密麻麻的 布满的文字 如果说 在免 免文版的第六词节 它分为两大册 两大册 由于这一本清净道论 它主要是讲修止观 那么对于修止观来说 它必须得要有基础 它的基础就是持戒清净 那我们在第一部分的时候就讲到了戒 戒就包括了四种边境戒 我们着重讲的四种边境戒 第一种是 巴蒂摩喀河拉西拉 护解脱律语戒 第二是根律语戒 印迪亚沙瓦拉西拉 第三是活命边境戒 阿辞沃巴利沙滴西拉 第四是自具医止戒 巴迟亚沙尼西特西拉 有这四类的戒 但我们当时一讲的戒也是讲了很多种 但是着重是讲了这四类的戒 然后呢 然后呢又再讲了头头之 有十三头头之 例如有成堆一之 三一之 起十之 一波十之 一坐十之等一共有十三种头头之 之后我们讲了戒之后再讲定 讲定 也就是讲到如何透过修习夜处 来培养定力的 在青春之道里面讲到的定 就包括了进行定与安置定 想要培养定力 有特殊的修习方法 这特殊的修习方法 可以归纳为四十种 我们称为四十种夜处 跟mattana 四十种夜处 这四十种夜处可要可以分为 十遍 十不尽 十随念 四 饭住 或者要称为四无量 四种无事定 还有 一想一差别 我们可以分为这些 那十遍分别是 地遍 水遍 火遍 风遍 青遍 黄遍 青遍 黄遍 红遍 白遍 光明遍 和限定虚空遍 十不尽 是种障相 青鱼相 浓烂相 断坏相 食禅相 散乱相 斩酌 离 善相 血图相 虫具相 海骨相 有着十种取尸体的不尽相 十随念 分别是十种随念 是佛随念 法随念 僧随念 戒随念 始随念 天随念 死随念 生至念 入出息念 和记者随念 有着十种随念 这是四犯住 四犯住分别是慈悲喜使 四种犯住又称为四无量心 四无色是四种无色定 即空无边注定 十无边注定 无所有注定 非想 非非想注定 一差别 一差别是修世界差别 以及一想是实验入想 在第二部分 我们就逐一的解释了 这四十种夜处的修洗方法 在这四十种夜处当中 有些夜处可以证得成了 有些夜处不能证得成了 有前面的十遍 前面的十遍 它就可以证得成了 但是 如果说 有一些夜处 它是不能够证得禅纳的 十遍可以证得 初禅 第二禅 第三禅 第四禅 这四种禅纳都可以证得 同时我们在上一次的结尾的时候 又讲到了如何修洗神通的方法 修洗神通 先必须得要用十四种形象来调育心 十四种形象其实就是地变 水变 火变 风变 金变 黄变 红变 白变 这前面八种变 用这八种变的每一种去 成就八种病 然后等到心已经变得非常纯熟 柔软 敏捷的时候 可以引导它去开发 去成就神通 成就五种通 五种世间的通 即神变通 天耳通 他心通 宿主水念志 也就是宿命通 以及天眼通 对食不尽也是可以震得禅 但是他只能够震得出禅 他不能够震得更高的禅 十随念呢 其中生之念和入初息念 可以震得禅 生之念只能震得出禅 入初息念 只能震得出禅到第四禅 而其他的八种随念 只能震得进行定 对四番柱来说 前面的三种慈悲喜 它可以震得出二三禅 而第四种 始番柱只能震得第四禅 直接震得第四禅 它就是从慈悲喜那里上去的 那四五色 它本来就属于八种定当中的上面的四种定 所以它也是属于禅那 对于一差别跟一想 它只能震得进行定 所以如果禅修子想要培养定力 而震得禅那 它必须得要用适当的方法 专注于适当的所言 我们说四十种叶处 它为什么不包括四种禅那呢 因为四种禅那 它只是属于心专注的不同的层次 但是四十种叶处的区别 并不在于心的层次 而是在于心专注的目标 心专注 白色可以震得白变 心专注红色可以震得红变 如果心持续的对一切众生散播慈爱 可以震得词无量心的 四十种叶处都是依照心专注的目标 来分析的 但是通过专注这些目标 而心不断的提升不断的提升 我们可以分为四种或者分为八种 如果分为四种呢 它是一禅之来分别的 初禅有五禅之 寻思喜乐一进性 第二禅有三个禅之喜乐一进性 第三禅有两个禅之乐和一进性 第四禅有两个禅之始和一进性 而对于四种五四 一禅之来分呢 所有四种五四定 这四种五四定 它都属于第四禅 因为它们的禅之和第四禅的一样 都是实和一进性 但是如果从心的境界上来分呢 它又可以分为空无变注定 无所有注定和非非非想注定 但是由于这四种五四定 它分别是透过变换新专注的目标来达成的 所以也归于四十种业处 所以我们也知道 业处它的意思 字面的意思是心工作的地方 心在哪里工作 在所缘工作 就是在特定的专注目标工作 所以想要培养定力 想要成就禅纳的禅修指呢 他必须得要先选准 选定特定的对象目标 持续的专注 等到心很平静很平稳很稳固 很持久的时候 他将能够成就定力 如果他专注的是一些 例如专注的是自信法 Sabhava Thamma Sabhava Thamma Ramana 自信法所言 例如说专注地水火风 世界差别 或者专注于佛陀的功德 法的功德 生的功德等 那么他不能够真的成了 但是可以成就进行定 所以我们就简单的复习了 前面两个部分所讲过的 戒以及讲定的部分 我们通过 差不多是十 大概是十七 十七天 十七八天的时间 应该是十六七天的时间 我们讲了如何培养定力 的方法 想要培养定力 应该要怎么做 要去到什么样的地方 有那些准备的工作 然后在正的缠纳之前 心应该要怎么样去平衡它 然后正的缠纳之后 如何让心维持它 能够保住缠纳 能够稳固持久 然后再逐一的讲了 四十种业处 每一种业处的修行方法 然后我们又讲到了 五种神通的修行方法 那今天开始我们就 再来讲 作为清净道论最后的一个部分 也就是界定会三种当中的会 讲到会 我们经常都会提到 智慧智慧 有智慧 这个人很有智慧 那到底什么是会呢 在清净之道里面 就用一个很严格的定义来定义 说与善心相应的观智为会 如果是从这样的定义来说 也就是要以 Vipassana 才属于智慧讲到的会 而确实也是这么样 因为 我们 现在在学习的是 Visuddhimaka 清净之道 他讲的就是界定会 对 而 因为 讲到的Visuddhimaka 通往称为清净的涅槃的途径 道路 称为清净之道 能够通往 能够通往 涅槃的这条道路 他是通过界定会三学 一个阶次 一个阶次 一个次第 一个次第 而成就的 而 能够 达到涅槃的 跟涅槃最近的是会 而这里的会 并不是我们平时所讲到的 这个人 他 很会赚钱 这个人 他 很聪明 读书要很好 记性要很好 脑瓜很灵活 如果 只是讲到 这一种 层面的智慧 在这里 站不上边 如果是 从Visuddhimaka 清净道路里面 讲到智慧来说 这个 充其量 只是世间的 才华 聪明而已 而不能够称为智慧 如果 要称为智慧的 他是指观智 那 既然这么样 那我们现在看看 这里所讲到的会 它的特项 就是它的特点是什么 它的特点是 通达诸法的自信 什么是诸法自信呢 Tamma sapāvā 它是在论中这样讲 Tamma nang sako pāvā Sama no jip pāvā Tamma sapāvā 所以诸法自己的本质 以及共同的本质 以及共同的本质 为诸法自信 又 可以把 自己的本质 称为 自相 Sala kāna 而把 诸法的共同的本质 称为 共相 Sama niya la kāna 怎么去理解呢 智慧 是指能够 透视 能够清见 能够分辨 诸法的两种本质 两种特点 第一种是 诸法 这里的诸法是特质 究竟法 它各自的特征 各自的本质 例如 地界 地界有 印 的像 这是它各自的特征 又例如说 我们说 水界 水界有 黏结的特像 火界有 暖热的特像 而风界有 知识的特像 又比如说 眼镜色 它是可以接受颜色的撞击 它能够接受颜色的撞击 又比如说 信仰 讲到信仰 讲到受 受 就感受 它的特像就是领纳 领受 领受就是可以体验 体验所言 体验对象 作为心来说 心的特像 它是实之 了别 能够知道 认知所言 所以每一种究竟法 都有它各自的特征 各自的特点 它跟其他的不一样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 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不同的特征 有的人可能眼睛大一点 有的人眼睛小一点 有的人鼻子长一点 有的人鼻子宽一点 有的人嘴巴薄 嘴唇薄一点 有的人嘴唇厚一点 有的人嘴巴长一点 每个人的脸像都不一样 所以这个叫个别的特征 当然在这里 它并不是指 我会变成你是谁 你是谁 这个叫智慧 不是这样的意思 它是指 便是究竟色法 究竟明法的智慧 由于 每一种究竟法 都有它个别的 与其他法不同的特点 至一种与其他不同的特点 就成为自相 它拥有的个别的特征 而讲到共相 就是所有都一样的特征 那是什么 那即是无常苦无我 一切诸法 一切诸法都是无我的 一切诸行法都是无常苦的 所以 如果我们讲到 诸行法 或者说一切的世间法 它共同的特征就是 安一张独康阿那达 无常苦无我 也就是说 不管是什么 只要是因缘造作 因缘合合的现象 它都是无常的 没有永恒的 很快就生灭的 是苦的 因为一直都受到生命的逼迫 以不畏意 不畏的意思 而成为苦 没有实质的 成为无我 这是一切诸法 共同的特征 共同的本质 那所以呢 我们现在 就再来看看 智慧的特点 它是什么 今天很明显了 它是 要 透视 就是要清见 要了知 诸法的自信向 以及它的功向 而这个就是观智 只能 如果从这个角度上 只有观智才可以成为 智力讲道的慧 如果大家 如果大家 能够了解 十六种观智的话呢 那么 在修习明色识别智 跟原色受智的时候 它主要是 取的是自相 而在修到 思维制 生灭制 坏灭制 不为制等的时候 它取的是 诸法的功向 所以这个我们在以后 还会继续再讨论 那智慧的作用是什么 它的作用是破除 知必 诸法自信的痴案 它能够破除 蒙蔽 看不清楚 诸法 的自信 就是它的本质 的痴案 能够去除 这种愚痴 现起就是它表现 不迷惑 不迷茫 不痴迷 静音 就是它的 最直接的音 或者说 它的足处 是 犹如经典里面讲到的 拥有定力 只能如实之见 知与故说 定是它的静音 也就是说 什么样的原因 导致拥有智慧呢 这种原因 跟智慧最亲近 最接近 最直接去支住它 支持它的 就是定 所以佛陀说的 SAMA HIITTA SAMA HIITTA PIKKA VE PIKKU YATTA PUTANG BHAJANATI 所以就是说 拥有定力的人 能够如实的知见 讲到了 什么是定了之后 我们接着来讲 什么是会 什么是会了之后 我们再来讲讲 到底会 有哪些分类 它 可以有几种会 如果把会分为一种的话 那么这种会 只是通达诸法的自信 成为会 如果把会分为两种的话 那么 会就可以分为世间会 和初世间会 这两种 世间会是与世间道相应的会 成为世间会 出世间会 是与出世间道相应的会 成为出世间会 或者我们可以这么样说 在修观的时候 在修观的时候 修Vipassana的时候 那么Vipassana 还是还没有证得 圣道圣果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观子 可以成为世间会 出世间会 出世间会 它是在圣道制当中 得会 成为出世间会 又可以 又可以把会分为 有漏会 和无漏会 之两种 这里漏 是流漏 也就是烦恼的意思 这里的烦恼并不是说 智慧本身有烦恼 而是说 这种智慧本身 它有可能导致 或者夹杂有烦恼 也就是它还是属于世间的层面 或者更准确的说 以诸有漏为所言的会 称为有漏会 没有这些所言的称为无漏会 我们又再来看看佛陀 在中部的大四十经里面 佛陀曾经就讲过 有两种会 会它也有很多的其他名字 会也可以叫做明 Vicca 也可以叫做政见 Samadhit 也可以叫做 会根 Panyindriya 或者又叫做会立 Panyapara 或者又可以叫做 择法觉知 Tamavijaya Sambhojangka 佛陀在大四十经里面 就这么讲到 朱碧枯什么是政见 朱碧枯 我说有两种政见 朱碧枯有政见是有漏 福德分 福德分叫做Panyapagiyaya 他的意思就是说是可以 功德与福德有关的 或者说福德的一部分 是属于福德的 所依果报 所依果报是 Ubādī 这里所依是Ubādī 它是只能够带来生命的 或者说是属于 和生命有关的 也就是说 有些 会 它可以带来 生命还在轮回当中 而另外一种 会 一种政见是圣 阿利亚是无漏的 是出世间的道之 那在这里呢 佛陀就把政见 又把它范围更拓宽了 佛陀继续说 朱碧枯 哪种政见是有漏 福德分 所依果报呢 如果一个人相信 一个人认为说 有布施 有供养 有限供 有善行 恶行 诸业之果的益手 这里的意思就是 如果一个人 相信布施 供养 现供 这些做善行的 他能够带来 乐的 福的 好的 善的果报 如果一个人作恶 为非作歹 造了很多不善业 他将带来不好的 苦的 不善的 恶的 果报 也就是说 一个人 相信因果 这一种相信因果 也算是一种志 这种志 称为 自业证件 就相信自己所造的业 自己必须得要去承受 有此事 有他事 也就是说 他相信 除了今生之外 还有 过去事 还有未来事 也就是相信三事 有母亲 有父亲 这里的有母亲 有父亲 他是子 如果去孝顺父母 能够带来好的果报 如果去虐待父母 不理父母 做个逆子 五逆之子 那么他就将会有不好的果报 这种意思 有众生是化生子 也就是说 很多的天人是化生的 鬼类也是化生的 第一的众生也是化生子 他相信这些 确实有些 众生是化生子 世上有沙门婆罗门之正行道子 以自制正知此事及他事而宣说 也就是说 在这个世间上 确实有些修行人 他们通过正确的行道 通过自己的智慧 而清见了 证明了 看到了 有今世的果报 以及有过去世和未来世 他们把他讲出来 朱比枯 这种证件是有漏福德分 所依果报 如果一个人相信因果 相信业果 这也是一种智 但是这种智是属于 世间之 因为 这种政见 这种智慧本身 它也是属于善业 我们讲到的 十善业道 十善业道 最后一种是称为政见 如果这种政见 是世间的政见的话 一个人拥有了这种世间的政见 它是不是一种善业 也是一种善业 它是不是一种福德业 也是一种福德业 所以 它是属于福德的一部分 而这种善业 以这种善业为因 它可不可以给未来带来好的果报啊 可以 所以成为这种政见 它是有漏的 因为它毕竟还是属于世间的 是福德分的 是所依果报的 也就是它可以带来好的生命的 可以带来更殊胜的生命的善业 这种善业 这种善业虽然是义业 就是生与义的义 但是它还是属于好的 是值得去称赞 值得肯定的善业 这种是属于政见 佛陀基基说 诸比枯 哪种政见是圣 无漏出世间道之呢 诸比枯 凡圣心的 无漏心的 圣道具有的修习圣道 会 会根 会立 责法觉知 政见道之 诸比枯 这种政见是圣 无漏出世间道之 佛陀讲了 有漏会 讲了世间会 截止 又讲了无漏会 讲了初世间会 或者讲了称为圣的 圣的只是初世间的 凡是圣心中 就是在圣道心 圣果心中的 无漏的 它没有夹杂烦恼的 是圣道具足的 修习圣道也是八支 圣道之 会 他能够了知法的 会根 或者会立 会根呢 是指 在一种 某一种善心当中 它起主导作用的 而会立呢 是它不会被无名等所动摇的智慧 所以 责法觉知 还有证件 以及道之 这些 是指出世间的 或者说 它是特指在圣道心当中的证件 或者在圣道心当中的会根心所 这就是 属于出世间的会 那世间会和出世间会 作为新所来说 它只是会新所 但是它们的所缘是不同 世间会的所缘 是世间的所缘 例如说 相信因果 相信业果 那么它的所缘就是业果关系 如果在修官的时候 他见到的是 究竟设法究竟民法 究竟设法究竟民法 是世间法还是出世间法 都是世间法 但是出世间会的目标 所缘只有一个是什么 这是涅槃 所以我们如果想要区别 什么是世间会 什么是出世间会 什么是有漏会 什么是无漏会 很简单 世间会由于世间有种种相 种种法 种种形 所以世间会的所缘也是种种的 但是出世间会 它只有一种即涅槃 所以我们用这样来去区别 就更容易了 那还有另外一种分法 两种会的分法 是明差别会和色差别会 我们在讲到修Vipassana的时候 培养观智的时候 观智的所缘 从经典上来分 可以分为很多 有五蕴 十二处 十八界 二十二根 四圣地 十二支圆起 那所有这些分法 它们都不出两类 哪两类呢 即明法和色法 也就是说观智的目标 观智的对象 它都离不开明法和色法 用一种比较好理解的语言来表达 也就是 大家都不出心理现象和物质现象 我们在讲阿比达摩都说讲过了 因为目标对象 观智的目标对象 成为业处 所以说观智 一切的观智 离不开两种业处 即什么业处 明业处和色业处 我们讲到培养定力的时候 有多少种业处 有四十种业处 那如果你想修观的话 有多少种业处 两种业处 只有两种业处 很简单 其实真的不简单 因为它要分得很细 但是呢 不管修观的所缘 就是修观的对象千差万别 但它都不出 明法和色法 这两大类 如果在辨识 观照明法的时候 它所培养起来的智慧 就成为明差别智 在观照色法的时候 培养起来的观智 就成为色差别智 所以 一明法和色法 可以分为两种 如果在一寿 可以分为两种 我们讲到寿的时候 心的瘦有多少种 还记得吗 心的瘦可以分为三种 心的乐瘦 心的苦瘦 还有什么瘦 还有不苦不乐的舍瘦 心的乐瘦 把你叫做 ソーマナサ 乐具的 乐具的 ソーマナササハカタ 心的苦瘦又成为 幽具的 トーマナササハカタ 但是 要知道 如果是幽瘦 它是心的苦瘦 那这种瘦 伴随之的心 必然是不善心 而且是成心 拥有智慧的心 是善心还是不善心 是善心 会不会在不善心当中生起 不会 所以呢 智慧和智慧 伴随着一起生起的瘦 它只有两种 也就是 应该把 心的忧瘦 心的苦瘦 排除掉 那剩下这两种 一种是乐具的 一种是舍具的 例如说 在 欲界的 善心当中 只要是乐具的 或者说 在 五种禅纳当中 的 前面四种禅纳 以及在 如果与 初禅 第二禅 第三禅 相应的 这些道心当中的 会 都可以称为 乐具会 如果是欲界里面 善心 它是属于舍具的善心 又或者说 在四分法当中的 第四禅 或者五分法当中的 第五禅 以及 和这些禅纳相应的 道心当中的 会 就称为 始聚会 这里的会 它是 以 受 以感受 来分的 还有另外 是见地会 和修地会 见地会 是 在 出道入流道 到 sotapattit sotapattit 出道入流道的 会 就称为 见地会 而 修地会 是 其他的三种道 其 一来道 不来道 阿拉罕道 你的会 就称为 修地会 那我们再来看看 三种会 的分法 这三种会的分法是 思所成会 文所成会 和修所成会 一般 我们通常又可以称为 把它的顺势 再稍微 调整一下 文所成会 sutamaya banya 思所成会 jindamaya banya 和修所成会 pavanamaya banya 这三种会 这三种会是 从获得的来源 培养成就的来源来说的 什么是文所成会呢 听闻他人的教导 而获得的智慧 成为文所成会 由自己思维而成就的智慧 成为思所成会 通过禅修修行而培养的智慧 称为修所成会 在这三种会当中 我们 如果是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 智力的会 它只是 只能够透视 能够测见到 诸法的本质的 诸法的自信的智慧 但如果是再把它扩展来 去理解的话呢 那么我们就可以说 文所成会 甚至可以包括一些 学生在学校里面 去听老师讲 去学了文化知识 这些也是属于文所成会 但是这里文所成会 不是我们这里讲的 但是他从广义上来说的 而思所成会呢 就是一个人不断的 得去积累生活经验 他碰到了一件事情 遇到了一件事情之后 他自己去思维 他要得出来的一些经验 这个可以成为 在广义上的思所成会 但是呢 我们在这边讲到的 文所成会 它是透过听闻佛法 听闻佛陀 或者说佛陀的弟子 所讲到的法 而建立起来 对诸法的智慧 而思所成会呢 就透过在日常生活当中 与如理作义 培养正念正知 如理作义 而获得的智慧 而修所成会呢 就透过培养指和观 所成就的 例如在修习任何一种禅纳的时候 在证得禅纳当中的慧心所 慧根心所 就是修所成会 在培养观智的时候 所成就的智慧 也是属于修所成会 如果一个人 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 如果你只是想要通过听闻 而证得圣道圣果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一个人只是想要通过 思所成会 去证得圣道圣果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无忧通过听闻了之后 要如理作义 然后再去精进禅修 无忧精进禅修 他所成就的智慧 就能够证得圣道圣果 所以这三种会 是依它的原因 升起智慧的原因 或者说它的来源来说的 另外一种分法是 小所言会 广大所言会 和无量所言会 这里的小所言会 是指 取 欲界法 所培养起来的智慧 称为小所言会 取 色界 无色界 的法 而培养的智慧 称为 广大所言会 无量所言会 是取 涅槃为所言培养的 会 称为无量所言会 所以 在这三种会 当中 小所言会 和广大所言会 属于世间的Vipassana 无量所言会 是初世间的Vipassana 在修观的过程中 如果禅修指 就是在观照欲界的明色法 比如观照欲界的色法 观照眼门的六十三种色法 耳门的六十三种色法 鼻门的六十三种色法 实门的六十三种色法 深门的五十三种色法 心所依处的六十三种色法 这些色法都是属于小所言 因为它是欲界法 或者说它又在观照 欲界善心 有三十四种明法 那么这个 是属于小所言的会 如果 一位禅修指 先进入初禅 从初禅出定了之后 再观照初禅的心 初禅心有三十四种明法 那这个时候 因为它取的是色界的明法 所以 就称为广大所言 因为缠纳心都是广大心 取缠纳心为所言的 培养起来的智慧 也称为广大所言 而由于涅槃称为无量 所以取涅槃为所言的 取涅槃为目标的智慧 是顺义 无量所言的智慧 又由于我们刚才说到了 只要是取涅槃的 它必然的 只要是出世间的 它只是取一种目标 即涅槃 所以 出世间的会 称为无量所言会 还有另外一种分法呢 是内诅会 外诅会 和内外诅会 这种分法又跟修比巴萨那有关 在修比巴萨那的时候 如果是取自己的五蕴 自身相续的五蕴来关照 在这个时候 由于他的心是注意 自身内的五蕴 内在的五蕴 所培养起来的会 就称为内诅会 在取他人的诅运 以及与根不相应的 也就是没有生命的 没有生命的物质 没有生命的现象 所培养起来的会 称为外诅会 因为在修比巴萨那的时候 既需要内观 要需要外观 在内观的时候 由于自己的这一堆五蕴 它是有生命的 它包括了民法和司法 所以在观照自身民司法的时候 这称为内诅会 在观照外在 外在呢 它就有些有生命的 有些没有生命的 如果有生命的 它是一堆五蕴 例如说 它的人 如果是 甚至如果是 观照到无世界的 梵天人 它是有四种孕 如果观照到的是 无想有情 那无想有情 只有一种孕 是色孕 但是呢 除了观照 外在这些有生命的 还有那些没有生命的 比如金银铜铁啊 山河大地啊 树木花草啊等等 这些都是没有生命的 只设计观照它们 只是十节生八法句 只是有八种色法 或者有些加上声音 有九种色法而已 那么这种 取外在去观照的智慧 成为外诅会 而内外诅会呢 是禅修子 一时观内 一时观外 这不断地观照内外的五蕴 内外的明色法的时候 所培养起来的 会成为内外诅会 那我们再来看看四种会 四种会是苦制 苦极制 苦灭制 导制 苦灭制 就是道治 这是对四圣地的智慧 在经典里面 佛陀经常讲到会 他 往往是特制 这四种会 例如 佛陀在 增织部的第一三学经里面 诸比枯什么是增上慧学 诸比枯以此如实了之此是苦 如实了之此是苦之极 如实了之此是苦之灭 如实了之此是导致苦灭之道 诸比枯之称为增上慧学 所以佛陀在这里就是用 对四圣地的如实了之称为慧 对于这四圣地的如实了之 它又可以分为世间之来了之 和初世间之来了之 这个我们在以后再讲到观之的时候再讲 又或者说佛陀在《大念诸经》里面这样讲到 诸比枯什么是正见呢 苦之之苦疾之之 苦灭之之导致苦灭之道之之 诸比枯之称为正见 所以这里佛陀也同样用对苦疾灭到四圣地的志 称为正见称为智慧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 它只是指世间的观之和初世间之来说到 我们再看最后一组四种会是 意无爱解 法无爱解 慈无爱解和便无爱解 有这四种无爱解 有这四种无爱解 法无爱解 慈无爱解和便无爱解 在分别论和分别里面就这么讲 对意之志是意无爱解 对法之志是法无爱解 对该法言辞之志是慈无爱解 对诸致之志是便无爱解 而在截止的论文里面又这么讲到 对苦之志为义无爱解 对苦疾之志为法无爱解 对苦灭之志为义无爱解 对导致苦灭之道之志为法无爱解 对因之志为法无爱解 对因之果之志为义无爱解 那么这一个可能会比较难理解 那我们把这些论文 还要结合在清净之道里面所讲到的 我们可以自明来分别 分别 侧重在因上的智慧称为法无爱 侧重在果上的称为义无爱 所以我们就说 如果讲到和因有关的和缘有关的 导致能够某一种法升起的 它的助缘的 它的因的这些 可称为法无爱解 而作为一个结果的 一个带来的 已经升起的 已经存在的 这称为义无爱解 例如说 苦和苦之极 哪个是因 哪个是果 苦和苦之极 哪个是因 哪个是果 苦是因还是果 果 因为偏重于果的 所以它是义无爱解 而苦之极 也就是苦升起的原因 它侧重在因上 所以是属于法无爱解 例如苦之灭就苦之灭 它是侧重在果上 导致苦灭之道是侧重在因上 所以是法无爱解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样来自己理解 然后论文就这样继续说 在此 必顾知法 包括经 音诵等一直到至节 至称为法无爱解 这个是另外一种解释 他知其所说之义 他知道经文或者三藏里面 这些就称为法 而知道他的意思 这是所说之义 这是所说之义 自称为义无爱解 他不仅知道这些经文的行文 他的内容 而且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这称为义无爱解 对这些法之志为法无爱解 对他们之果的志称为义无爱解 这也是在分别论里面讲到的 那对于词无爱解来说 它是表达这些法和这些意的那些词 那些言词 语言 而特指是マカッタ语 就是巴黎语 在巴黎语 如果一个人能够通达巴黎语 他是怎么样表达 那么这个就称为词无爱解 词无爱解是跟语言有关的 原词有关的 就表达有关的 他知道什么是自信词 什么是非自信词 对于辩无爱解 是以一切的智慧为所言的观察指 也就是他取智慧为对象 所生起的这种智 而他能够对于义的智 法的智 词的智 四三种智当中 依他们的所言 他们的作用等 详细方法的智 称为辩无爱解 所以就称为对诸智之智 是辩无爱解 这里诸智 它是包括了前面 对义的 对法的 对辩的智 或者说辩无爱解 它反而是取智为所言 是取前面这三种智为所言 而知道能够详细的分别 它的作用 它的目标等 是称为辩无爱解 这四种无爱解 又可以分为有学的跟无学的 这两种 也就是说 一位禅修子 如果在正的初道 第二道 第三道的时候 假如他在正的这些圣道的同时 所生起的无爱解 就称为有学的 还不是无学的 一位禅修子 在正的阿拉罕道的同时 所生起的 这四无爱解 就称为无学的 因此 有些禅修子 还没有正的阿拉罕果 都有可能获得四无爱解 但是他必须得是正的其他的三种圣道 例如阿难尊子 阿难尊子 他在刚出家达上之后的第一个余安居 就正的了初道 正的初道出国 他在正的初道的同时 也获得了这四无爱解 但是在他接职之后的四十四年当中 一直都还是初过圣职 但是他也有四无爱解 甚至一些在家人都可以有四无爱解 例如好像那个吉达居士 塔米嘎居士 乌巴里居士 或者说有一位女居士 叫做古朱达拉的 他都有四无爱解 他们很多都是 有些是初国圣职 他们都可以拥有四无爱解 想要证得这四无爱解 也不是说随随便便就可以证得了 我们这个时代是不可能再获得这四无爱解的 即使你现在你有能力证得阿拉罕国 你也没办法证得四无爱解了 根据易助理的讲法 在佛陀搬涅槃之后的一千年之内 还有可能证得 在证得圣道的同时 连同这四无爱解 但是在之后的一千年 就是这一千年过去之后 四无爱解也不能够证得了 但是还可能获得六神通 那现在这个时代 是不可能再获得四无爱解了 那想要获得四无爱解 它必须得要有五种因 第一种是正答 一位禅修子必须得要证得某一种圣道 他才有可能 特别如果是能够证得阿拉罕道 那更好 所以这里的正答是 圣道的体证 圣道的证物 第二 他必须得要有教理巴利亚迪 巴利亚迪也就是 他必须得要研究佛语 研究三藏 第三种是听闻沙瓦娜 使着他恭敬地去求 去求法 去听闻佛法 第四是辩问 巴利布查 他对于在巴利圣典以及异旧当中 一些比较难懂的词句 一些异理 他不断地去研究 去请教 去请示 去请问 第四是塑形 布巴利亚迪 布巴利亚迪是指 这一位禅修者在过去佛陀的教法期间 曾经很系统地修行过指观 而同时他所培养的观志 必须得要达到 即将要升起随胜制和总性制 也就是在行使制以上 行使制 如果行使制再上了就是随胜制跟总性制 总性制一结束就是道制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一位禅修者在过去佛陀的时代 他差一点就真的升到圣国了 就走到门口了 只是他没有到那个时候 但是他在我们这一位佛陀的教法期间 他继续在修止观 或者哪怕他有时候 由于过去的巴拉密 他通过听闻佛法 而真的升到 而连同这四五爱解制 所以 一个禅修者 他想要获得这四五爱解制 他必须得要博学 他对于各种语言 特别是巴黎语 他必须得很通达 他曾经研究过一切的佛语 一切的教理 他必须得亲近拥有智慧的诸师 他同时也曾经 甚至是为了要解决 为了要理解一首寄送 他都去亲近其他的善有良师 亦有去询问 去辩问 而在这五种因当中 前面的四种是在今生成就的 第五种是在过去成就的 在这两种当中 正达这是必须的 肯定要有正达 他必须得要正得圣道 他才能够有四五爱解制 同时呢 他对于过去生来说 没有过去的因 他今生不可能正得五爱解制 所以我们讲到智 或者慧 智慧的分法 分立法 就讲到这里 那我们明天再来讲到 如何来培养 来修习 修习这些慧 那好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下面如果大家有什么 对于在质疑节课 所讲的问题 有什么疑问 可以提出来一起讨论 我想问 刚才您说修观 只有两种 meditation object 是哪两种呢 修观 明夜处和色夜处 留伯 kamadhanā 跟namak kamadhanā 这两种 色夜处和明夜处 没有问题是因为 大家都听明白 还是都听不明白 社月初跟明月初是关什么 社是多样物质 如果是指社身 那是指什么 社用通俗的语言上来说 是指物质现象 明用通俗的语言上来说 是心理现象或精神现象 但是这种表达 它并没有用明色那么准确 因为我们说的物质现象 它可以包括概念法 比如说花 桌子 树 这些都是物质现象 但是色它是指究竟法来说 对于明来说 我们说我现在很伤心 我很忧愁 很快乐 这些是从一般的表述了 都是属于心理现象 或者是我在思考 我在想 我在回忆 但是对于明法来说 它只是指究竟法来说 究竟明法来说的 可我还是不清楚 究竟明法要关些什么 讲的具体一点 你如果学了阿比达摩 我们讲的阿比达摩 其实就是讲的明法 讲色法 对 那观呼吸算是 既不是明法也不是色法 法师告诉我们 多曼达大跟 苏曼达大是喜跟苦 还有那个 乌比卡 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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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在我们修 会的时候 是应该在乌比卡的时候 是不是 喜不应该参加 讲到修慧的时候 有两种受 两种感受 两种feeling 从某一种角度上来说 舍受的慧会更高 例如说 一位禅修子在观照初禅的名法的时候 初禅心的时候 由于初禅心 它有喜 有乐 所以 取初禅心为所言 观照的慧 它 也是属于乐剧的 因为这种心也有乐 如果在观照第二禅第三禅 由于第二禅第三禅 的禅那心当中 它也有乐的 它也是属于乐受的 所以 是观照第二禅第三禅的观治 它也有乐受 但是呢 如果是观照第四禅的禅心 第四禅禅心 它是死受的 所以这个时候的观治 它也是死受 乐是可以产生贪 是不是 如果有贪 就有苦 就有烦恼 那个是不善 乐可以生起于善心 也可以生起于不善心 所以这个要先分别 如果说在修 你会发问哦 你们发问那个麦 这边也听得到的 我们到达为 我们申请到达为 然后我们去看 我们感觉到 等等 漏的意思是什么?可以深度地讲解吗?巴黎语是阿沙瓦 可以说由于它让色漏入眼或者眼漏入色,声音漏入耳,香漏入鼻子,味漏入石头 漏入石,然后法所言漏入心,所以这个称为漏 又或者说它一直可以流漏到油顶,流漏到四旧今天 它带来的生命,所以这个称为漏,所以是阿沙瓦,漏的意思 是 是 是 有问题吗? 我只是接刚才那位居士的问题,就是说在热瘦的时候有烫跟没烫 这样子,那么是不是在热的时候,假设没有直取,就叫没有烫 有直取,就是很想再有,就叫做有贪,是不是这样子分辨 是什么意思? 贪,就是在热瘦,热的话通常我们就会有产生一个不善,就是要再多一点再多一点 刚才说不贪跟贪,是不是指说有没有出现这种要直取的 那我们要明白,热瘦可以产生在好几类心当中 如果是从欲界的心当中,有两种,两类的心都可以有热瘦 一种是不善的贪根心,一类是善心,这些都可以产生热瘦 例如说,在不善的贪根心当中,有四种心是热瘦的 他是邪见相应的有形心,邪见相应的无形心 邪见不相应的有形心,邪见不相应的无形心 这四种心都有热瘦 所以说,讲到贪,他生起的,贪的生起也有热瘦,也有舍瘦 不一定说贪就一定会快乐,或者说不一定说快乐就会有贪 我们不能够绝对这样说 我们在讲到阿比达摩的时候,曾经讲过 为什么贪没有热瘦呢? 例如说,你对这件衣服可能会贪着 但是呢,你经常穿呢,你也许不会再有快乐的感受了,是不是? 好像说,你会对这个家,自己的家会贪着 但是你不会每天很高兴的 哇,这是我的家,我要住在这边 所以这个时候的贪,他不一定有热瘦 但是,有热瘦也不一定有贪 例如说入禅纳,禅纳心,例如在初禅第二禅第三禅的时候 乐瘦是很明显的,是很殊胜的,但是他没有贪 所以我们不能够说有乐瘦就会有贪,或者有贪便有贪 他们虽然说,由于有了乐,又由于不如理做也很容易生起贪 但是他们并不是说绝对的因果关系 例如说,在欲界,就算是欲界的心当中,他都有很多是有乐瘦的 例如说,四种善心有乐瘦 四种围坐心也有乐瘦 四种围坐心只生起于阿拉罕的,都是有乐瘦 但是阿拉罕绝对不会有贪 还有四种果报心也是有乐瘦的,但是他没有贪 所以这一类的美心,Sobana Jitta 他是跟贪不共的,但是他都有乐瘦 还有呢,在五种世界的缠纳心当中,有四种是乐瘦的 一种是死瘦的 在五种世界的果报心当中,有四种是乐瘦的,一种是死瘦的 在五种世界的围坐心当中,有四种是乐瘦的,一种是死瘦的 所以这十二种乐瘦或者乐瘦的世界心,他必然没有贪 因为贪只是属于欲界的心,贪必然他是属于欲界的不善心 所以我们也知道不能够说因为有乐瘦就会产生贪,或者有贪就变了热瘦 他们不一定,不能够说把它完全等同起来就好 这个就是讲到那个漏的意思 在阿伯达摩讲要终有,这是阿伯达摩讲要终有 班达,刚才讲到四无碍节不影响正的涅槃 但是有什么妨碍吗,会不会影响 我怎么没有说过四无碍节不妨碍 不是,我是说现在的人都证不得四无碍节 但是不影响他们证的涅槃 但是证不得四无碍节会不会妨碍他 传法、红法或者有其他的什么不利之处 不会 那么就是说,证不证得四无碍节都不要紧了 如果说真的四无碍节他能够很透彻地了解佛陀所说诸法 以及他的意思 他能够用很多种方法很精准地把它表达出来 还有呢,他能够取这些至为所言 他就取这些至为对象,他能够很清楚地去了解他们 去分别他们,这个是四无碍节 而且呢,佛陀在世的时候 两位上手弟子和八十位大弟子 他都有四无碍节 还有其他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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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干的 Prophet 强谗你 Boon Yang 和我合致 愿我此功德 导向断尽一切烦恼 Yidang Mi Bunyang Nipa Na Sat Bad Jaya Ho Tu 愿我此功德成为证物涅槃的祝愿 Mama Bunyabha Gang Sabha Satana Bha Jaya Mi De Sa Pei Mai Sa Ma Ng Bunyabha Gang Lapandhu 愿我此功德与一切众生分享 愿一切众生平等获得此功德 Sabha Sadhu Sabha Sadhu Sabha Bunyabha 梦 之 a Mai Sa Min przyjmo Bunyabha